好 现在东北季风正在南下 再加上华南渔系延伸到了台湾上空 因此看到台湾附近的水汽量是偏多的 尤其北台湾明显感受降雨又转凉 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在宜花一带 都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中南部还有在台东 是比较不受影响的是多云稻晴 而温度方面台北市清晨温度 今天已经降到了一次头 大台北整天的温度 都只有在20到23度之间感受湿凉 不过苗栗以南开始 天气就会越来越稳定了 今天南部的高温依旧可以来到30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好 今天的降雨也比较明显的区块 是出现在基隆北海岸东北角这一带 桃园以北则是会有短暂震雨比较多 而中部以南大片地区 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 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稻晴 但是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飘雨 东半部来说今天也是偶然 会有短暂震雨发生 好 我们接下来看未来几天走势 明天和今天的天气形态是比较类似 但是明天水气稍微少一些 桃园以北东半部持续阴阴凉凉凉 带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迎封面北海岸东北角的降雨 明天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中南部一样的 还是比较稳定天气形态 好 到了星期一来说 天气就要稍微好转了 转吹偏东风 北部东北部气温回升之外 局部的高温可以回到25度以上 而且雨区也更线缩在东北角一带 到了星期二到星期四 天气就更加回稳了 各地都可以看到太阳 阳光露脸 只有北海岸花冬 偶尔会有零星的震雨出现 好 我们接下来关心到 周秋的旅游天气如何 今天一样的 往北往东都蛮容易下雨的 尤其看到这个阳明山 温度已经一字头了 上山活动一定要保暖 而往中南部走 白天天气是大致不错的 但是看到了午后 可能会有短暂震雨 因此雨具还是带在身上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各地更详尽的温度 北部是20到29度 基隆雨多 中部21到31度 南部地区是23到30度之间 以花冬28度 外岛地区高温27度左右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